這個不是主導燃燈機的問題 這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去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會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求生得真是普遍中間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 你報警… 不應該… 我已經報警了 你先不要動手 你現在被人救你,是私人的地方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算推人,好嗎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你別再推人了 不公義在其他地方 公平應該只有我們擁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到五月大會決定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甚麼 變了大維飄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甚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那麼多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擊中改革派送途的節目 門徒公義 今晚是第162集 有我Howie 還有另一位主持 Aureo 大家好 還有今晚有一位特別嘉賓 就是Cary 大家好 Cary 應該怎樣去稱呼你 你叫我嗎 叫我Cary Cary Cary 盧仲宇 其實他是第二次上來我們節目 是呀 上來的應該是去年 是嗎 去年 是呀 他們還在數碼講究 是呀 是呀 這次他是以一個 關於UCC人的身份上來 不過我們正式開始節目之前 因為今晚就是中秋節 我們或者先跟聽眾 祝他們中秋快樂 好呀 祝各位聽眾中秋節快樂 我祝聽眾中秋節人月兩團圓 祝中秋節快樂 好的 自從7月善樂堂的事件發生之後 網上很多人質疑 為何善樂堂會將他們創辦的牧師 林郭章炒了 有很多疑問 包括袁天佑師母在內的信徒 其實都發起了一個網上的聯署 要求對於善樂堂有一個獨立的調查 但是很快我們發覺 這些有份參與聯署的信徒 他們會遭到UCC人或者善樂人 在網上很多的欺慮 而這些欺慮不單止針對外面的信徒 甚至UCC裡面聚會的人 同樣只要你有份參與的話 都會追到他們的清算 其中一個不幸的人 就是今晚我們的特別嘉賓 Carrie Carrie本身在7月中 她參與了聯署 公開了 兼且寫了一篇文 去交代為何她參與聯署之後 很快就被他們的傳導 他們的長老甚至送徒 遭到不同的圍攻 長達兩個月直到現在 所以今晚我們請她上來 讓她能夠親身去分享一下這些的經歷 而第二節的 亦都是會去講一些 其實UCC閃為人知的內幕 Carrie 不如這樣 首先講一下 其實你是怎樣認識UCC 以及加入的 其實我什麼時候認識UCC呢 是一次很偶然機會下 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一位 在社運界都很多年經驗的長輩 前輩叫四少 William William 他是我機緣巧合 在街團契認識他 大家在社運裡 大家一起出席抗爭行動的時候 就認識了 知道四少也在社運界裡面 很有好的見證 無論在信仰生命上 或在抗爭的見證上 都非常令我很佩服 我就跟他投契客 他就介紹了一份街團契我認識 機緣巧合他就說 知道我那時自從雨傘之後 也沒有什麼有適合教會 他知道我的情況是這樣 他就說 介紹你認識陳同斑牧師 我第一次認識陳同斑牧師 在機緣巧合客 在晚上裡面吃飯 大概是什麼時候的事 大約兩年前至兩年半左右 兩年半左右 那次就見到他和他女兒 聊天就說起很多議題 那時候他給我印象 是一個令我眼前一亮的一個牧師 為什麼呢 他竟然是給我感受到 你支持和理非 去到很激進的模式 令我覺得這個牧師是很包容的 原來他在抗爭上 無論在社運上 所以看的可以這麼深這麼遠的時候 我覺得 嗯 這個是值得我繼續去 去認識的一個牧師 或者去學習 甚至乎知道他們有UCC教會的時候 都很快就沒多久就開始 參與他們的聚會 還有在去年中 好像他們搞三一的龍壇 好像守護出頭料的題目 講一些在教會被關注時事 被教會打壓的青年 好像當時都請了你做嘉賓分享 總一位 是的 那時候背景就大家知道 我參加了司法覆核 故公司法覆核 導致在社會工作上 或者在不同的層面上 都有一定的打壓 這個預料到的大教會 UCC當時很守望我 也都很支持我 說願意邀請我去分享 以及怎樣繼續去守護 令人真是很深刻的 所以相信你跟陳隆斌 或者跟UCC的關係 其實都是非常之好 感受到教會裡面 鄧姊妹的支持 以及理念上都覺得是認同的 我覺得是比較感受到團結 也都是很包容 而且感受到不是只有一間教會那麼簡單 原來在社會的參與 或者在支持上 都是令人很觸動 好了 到了前兩個月 你就決定參與 這個善樂堂的獨立調查聯署 我看過你那篇文 即是投稿在我們那篇文 其實我看到 原來其實在你參與聯署之前 你都其實預料到 會有一些壓力 這一種的想法是怎樣來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參與聯署是很厚的 好像去到百多還是二百 那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當我去參與聯署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人已經參與了 你知這些行動相信都很快 人都做得很快 我看到很快的時候 但已經同時看到很多 我見識少 很多批鬥式的形式的言論產生了 看到原來參與聯署是這麼大的 好像要用石頭扔死他們 好像浸豬籠一樣 那我很奇怪 也很恐懼 所以反過來 為什麼大家會看到我參與聯署那天 或者名次是很厚的 就是我上了很久 我思考了很久 其實我什麼時候參與聯署呢 那天也是參與了一至三一的論壇 那天我很記得那次請到張答明 法律學者來去做分享 說要守望一些社運的年輕人 那一晚我很擇心 其實那一晚我開完會遲了去 那我都飛的士過去 那我很擇心就是 因為我好記得一年前 我是被叫做被守護 那今天再說如何在教會裡 守護一些社運的年輕人的時候 我感受到很大的落差 我覺得就是 街頭裡面說了很多很多 好像很偉大的事情 但是我實際覺得 信仰不是這樣的 不是說 說就是天下無敵 做呢 做又怎樣呢 就是有些見證是看到的 我不是期望有人要養我過活 或者我沒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照顧我 我不是這些 但是你用我守望 社運人士 社運的年輕人 我覺得 我很大落差 那一刻就覺得 那一刻我才認真看回聯署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我發現 咦 原來聯署的內容其實是很neutral 也是很正常 不過 就是它的選項 大家都知道 都不用重複 就是 其實要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查所有公正性的情況 我不是去判斷 立刻判斷 A對 B錯 AA錯 B對 不是這個問題 究竟整件事的真相 為什麼不可以 公開出來呢 我覺得很奇怪 我終於憑著一個單純的勇氣 去聯署了 我也沒有在UCC的群組裡說 但是很快就被人截圖 問這個是不是你的Carry 那一刻我就害怕了 我不出聲 後來很多人就質問 我已經忘記了大致誰說 但很喜歡說 A又問我 喂是不是你呀 喂 不是你的你就不要 就叫聯署的發起人 被人取消了你的名字 等等 我覺得 令我很難受 就是 我為什麼一個這麼簡單的聯署 都不會有這樣的 所謂的批評 我心想 如果是我參與了一個 支持同性戀的聯署 我就不妨礙了 我就浸豬籠了 我覺得 很複雜 真的很諷刺 就是 就是這樣 那一晚我就過了一個 很大的壓力 然後 後來有人就說 我不知道他怎麼 可以這麼確定 確定了 那個就是盧俊宇 是Carrie 是他的 然後就 種種的言論 就說我什麼 說我什麼 我覺得 就是令我整個 那個 就是很大的落差 大家都知道 之前說要守望一個 社運界人 那其實反正突然間 做了什麼事呢 搞到好像 十我不赦 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要 不通參與一個聯署 我要去 我要去諮詢 大家你 認認和我去參與聯署 那如果要諮詢過 就不是叫聯署 這個聯署 我相信 我是最早 查票的 如果你看到 我的名字 或者我們其他 門徒同工 都是幾十以來 這樣的 其實對於我來說 其實真的很 很鵝你飛 我會形容 這個聯署 就算真的 發到聯署去查 最後怎樣查 給你查多少 扣露多少資料 其實 善樂堂決定 其實是 善樂堂就是 是陳隆斌做這個 聯署是沒有一個 Avorty做到的 其實真是 事實上 我覺得是很忠誠 真是一個 沒有什麼 說很偏激 如果你讓我搞一個聯署 我的字眼就肯定 沒有那麼溫和了 你就可能被人批准 反過來 不過問題就是 我都覺得 如果這件事 我反過來 現在我是一個 大家可能都 有些認識我 有些不認識我 我是一個很堅守 真相的人 其實如果善樂堂 這件事是光明正大 其實這個聯署是幫助他的 如果陳隆斌 他真的沒有錯 陳牧師 其實這個聯署是幫了他的 假如他沒有做錯 或者是非在他那邊的話 其實聯署是幫了他的 問一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在你參與聯署之前 UCC的內部 有沒有很公開說過 任何UCC人 都不可以參與 絕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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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簽過名一刻 你都知道是沒有人說過的 絕對沒有說過 而是參與了之後 跟著他們才有這麼大反應 是啦 Exactly 甚至罵你是反骨仔 絕對是啦 又back and right 說我是反骨仔 又說你是搏選票的 搏選票 等等這些 其實我覺得是去到虛無飄渺 又假人假義 又說憑UCC人出文 又說你用UCC的名字傷害UCC 這些我覺得真的 唉 都想問一下 其實在未參與之前 都感受到原來參與這個聯署這麼嚴重 但為何在最後都願意去簽個名字 就是因為希望覺得最後真相 是真相 真相 因為我們回到教會 其實回到教會就是堅守的公義 我不是說我是公義 我不是說陳公義 我不是說林公義 我不是說哪一個人公義 真正的公義是 你要對得住天地良心 打開出來陽光測試 我就是要求這麼簡單 我相信這是很正常不過的事 其實我也看過那些WhatsApp的留言 很多都很離譜 剛才都說過幾樣 罵你假人假義 盜用了UCC的名義 去傷害UCC 搏選票 煩骨仔 其實看到這麼多的誣衊 有什麼感覺 到今天為止 其實我很傷心 為什麼 我到這一刻都很傷心 就是我自問我自己是 我不敢說我是一個 完美的人 絕對沒有懸人這個世界 但我對UCC的感情是真的 我大可以吃花生的 陳龍斌最喜歡說的 吃花生吃花生 其實這件事我就是吃花生 我exactly不吃花生 我跟你說我吃毒藥 我吃K傷 我明知會被人打的 被人罵的 我還吃 我是想不到會去到一些批評 你會去到說我搏選票 說我什麼假人假義 那我想 我這樣說 你說我搏選票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你說我搏選票 那我How to搏選票呢 是不是我怎樣搏選票 大家這麼容易搏選票 我搏選票這樣就好了 那些人不用拉票了 那些人 不用做街站了 是不是 唉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令人很沮喪 那些人在高舉 一個這麼高的價值觀 追求價值 這麼有原則的教會 的獎勞會友 他們這樣做 其實 我覺得 正常的人子都會有錯的時候 但是 不會整個教會都這樣的 你不會全部獎勞都是這樣的 一個獎勞跌倒 你第二個獎勞扶住他 一個牧師跌倒 你全輪扶起他 你不是大家跟你說 哇 官官相違 算了什麼 其實教會如果是這樣 就比政府還差 其實我看過你給我的微信 我自己都很惡言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位獎勞 其實他很早期都上過 我們節目那裡做嘉賓 他竟然會上你的節目做嘉賓 二年六月初 二年六月初 先說清楚 當時他搞了一個 小三TSA的那個 那時候我印象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 都很有理想 就是很勇敢 又承擔的一個年輕人 是啊 我是想像不到 為什麼 試駕兩年會變成這樣 寫一些東西 是這麼禮患哲患 我可不可以用前人後兩個人 用這個人呢 絕對可以啦 哈哈哈 絕對可以啦 你這樣形容我 你這樣形容我 很溫溫 是不是 我們用UCC的 可能性容也很溫和 我認識的UCC的人 未必足夠的 除了他以後 還有另外一位 經常在網上 沒有活躍的 那位在網上的 那個回友 我也想不到,竟然農絡成為網絡的打手 這件事是完全改觀了我以前對於UCC的印象 以前我認識的UCC,除了認識陳隆芬之外 因為我都知道原來小生TSA那件事件 不只是剛才那位仁兄姊去做 一個人做了這麼多事情 當時他分享是整個UCC幫他一起推動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間教會真是了不起 可以參與到這個地步 我想不到為何事隔了兩年多之後 居然對於一個很活躍社會教會的青年 只不過他想尋求一個真相 參與了一個聯署 而這個聯署雖然是要調查陳隆芬 但最後決不決定調查是你自己決定 你可以說不調查,怎樣調查是你決定 我想不到竟然要做到這麼大的批判 這是令我最想不明白的 我也不知道 他們經常說隔自己命 我覺得他正在隔我的命 其實這句話是為什麼的? 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了 其實我不敢去代表他有沒有一個 其實我也不正式聽過他一個 definition of隔自己命 但大約從講到 或者平時分享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去做革命 首先我們要去更生自己 由自己做起,不要吃花生 等等這些情況 其實我是正在做的 其實我是正在做的 是 是 你跟著網絡打手就是吃花生 是 你做過些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 我經常都覺得 你如果覺得陳龍斌是對的 麻煩你不就在善助堂找他 會議記錄出來 是不是? 那你就能夠維護他 那你幾個做打手就是吃花生 是 在今個月初 其實你就把 剛才提到 那些UCC的 WattApp群組對話的截圖 公開了 我們知道是差不多7月發生的事 我也知道你考慮了一個月 有多的時間 才有這個勇氣 去公開這些 WattApp的截圖 其實 為什麼最後令到你這個決定 有這個勇氣 去願意公佈 就是讓我們可以 報導 將這個真相 去公開呢 其實 當初 有考慮過很多原因 就是覺得 會不會聯署有效呢 會不會 整個事件 會開始 看清楚 會有些改變呢 有些轉機呢 那 如果因為我 這麼快 公開的WattApp 導致 沒有了轉機 我可能 我就覺得 我怕自己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或者讓別人認為我這個原因 到底是責任 你知道 現在那些人將這些責任不斷 發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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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你講到是師母發動那個 我覺得師母絕對是對的 但我想 如果我這麼早在這個時候公開 然後 反過來 UCC馬上說 因為你這樣 善諾堂說 我這樣 我們不看聯署了 有人在搞亂規矩 你知道 現在的情況就是 有一批人 善諾堂也好 UCC也好 我覺得是用得無恥 他們才是無恥 為什麼這麼說 他們講些說話 大家公開看到了 再加上他們不負責任 是 人家是錯的 他們是對的 沒有可能的 對不對 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那時候 有很多的思考 也都憂慮 到最近 然後我知道 原來他們都不會變 原來聯署了都沒有用 他們那些傢伙這樣的 接信都不肯接信 去到無恥的地步 然後有些大英姊妹又鼓勵我 我覺得我要出來了 這些事情要讓人知道 再加上 大家都可能 下半段都會說 接下來又有閃爽 對吧 我覺得 你要去教育年輕人的時候 你自己見證是怎樣 我種種的原因 我最後決定 再一次隔自己命了 下半段都會說 接下來又有閃爽 對吧 我覺得 你要去教育年輕人的時候 你自己見證是怎樣 我種種的原因 我最後決定 再一次隔自己命了 我又 是 這個真的是革命了 但這裏我又有些事情想說 講到剛才網上的行動 我留意到其實他們有分工的 有分工的 善樂人就專門扮一個很可憐 被人打壓 出賣怎麼知道 什麼加書 是不是夾起來的 如果夾起來 這個效果非常好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夾起來 但我純粹客觀上所說 他們會扮到我們有苦衷 為什麼你們要追密呢 逼我們公開真相 這樣開了真相 對啊沒錯 這樣開了真相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善樂人就專門扮這些可憐的角色 很慘啊 我們受到很多委屈 對啦 而UCC就扮黑面 你為什麼嚇人呢 你啊 為什麼搞這麼多報道呢 在群組裡說 為什麼把UCC拉下去 善樂堂這件事件這麼不適 趁Pat莫瑟姐跟我說這件事 朱友誠 對啊朱友誠 但是你們自己參與 你不是說的 你說我拉了UCC下去 善樂堂 你們自己參與善樂堂 的討論你們也可以 你亂說了你就不行 他們是在幫你一間教會 神經病 這些就是我經常覺得 令我 唉 真的覺得很 有憤怒有痛心 沒錯 說一套做一套 嗯 所謂言行不一 所以我覺得 對呀 最後要公開這件事 是真的 好 還有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我們門徒媒體 當然我們一路有報導 一路有很多節目 但其實 什麼時候開始才這麼大火呢 就是善樂堂拒絕了 去涉送 以及拒絕了被獨立調查 這件事 因為真的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我自己也有想過 如果 我去到共同 破壞了 現在 阿斯莫搞的聯署 可能有機會 善樂堂 say yes 讓你進去獨立調查 所以其實我們 雖然 去打你 但也走著走著打 但現在不是嘛 你善樂堂 人都不見 信 你說 你寄過來就行了 我沒有時間收信 那我覺得 既然阿斯莫搞不定 那 我們就搞的了 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善樂堂 真的是自己 玩來衰 唉 我亦都想 Kerry 問一下你 事發到現在 7月到現在 有沒有人再 UCC那邊 還有沒有人聯絡過你 聽說好像有人 叫你 不如跪下 跟陳隆斌道歉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 我不透露 但 都發現了很久 很核心 打手之一 那 我不知道 他在自己 代表自己 代表教會 他電話打給你們 他電話打給我的 他電話打給我的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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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很諷刺 他首先說撞邪 他說撞邪 他說我認識的Kerry 不是這樣 他哭了 我認識的UCC 都不是這樣 其實我還沒哭 他撞邪 是他撞邪 然後我也很無奈 認識我久的人 我知道 如果這樣打電話 打電話來 我又不會跟他打電話 罵 我又不喜歡 他就說 你要回來 UCC 你要跟陳隆斌 去跪地認錯 你才對得住上帝 這樣說 我真的拗了嘴 他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回UCC 不是不行 不過 你就回來 就跪下 是啊 和陳隆斌認錯 而且他說 你這樣是對不起上帝 他說你不公義 他說你不公義 他用到一些說話 Except wordings 逐句我記不完 不可能記不完 但是 他說很失望 你不公義 你愧對上帝 他叫我認罪 我覺得 我整件事是很亂 我跟他說 我都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原因 你到時候怎麼回答他 我沒有回答他 我怎麼回答他 我可以怎麼回答他 我又不想再跟他爭辯了 爭辯了 沒什麼意思 我知道其實去到這一刻 其實他們有些事情 如果這樣都聽不明白的話 還要說我回頭的話 其實我都沒有機會再 沒什麼需要再跟他聊下去 我想你好一點 如果給我 就要說粗口了 我怕我忍不住會說粗口 我真的 我怕他錄音 哈哈哈哈 其實我最怕他錄音 是啊 我不想因為這件事 你都錄音了 在上面 哈哈哈哈 都可以 我猜不到 總之我覺得 去到今時今刻 都會發生到一個被告 是以來嚴重 我真的 摸不住頭腦 唉 真的 好啦 其實我們錄音的今晚 星期五 我們剛剛出了一篇報道 陳龍斌終於有些回應 你看到他這兩個多月 三個月左右 都沒有任何回應這件事 但原來 在上個星期 打風 山竹 那一天 有回應 話說他們 做了一個Facebook的直播 其實就是講一篇道 但是呢 去到那個廣道的後期 就開始 就有些紫桑 麻環 就是把所有對於UCC 對於善樂堂 那些他們形容 是所謂行言行語 就是所謂舌頭 這些東西 就形容為一些抹黑 就是形容有些人不拿著自己的舌頭 斷章取義 就拿著一些截圖 就拿著斷章取義 攻擊 那我覺得這個截圖 截圖毫無疑問 在講你的截圖 我知道 你有什麼回應 他這篇道 他跟自己說 他跟我的朋友說我先 你想想 他說 納不絕截圖 斷章取義 究竟是誰在做 就是 我覺得我截圖 我沒有部分截圖 我有什麼我會承認 是不是 我是做錯什麼我會承認 之前我有些東西說錯了 我馬上澄清 我覺得我不是斷章取義 那誰是斷章取義 究竟誰做錯事 究竟誰拿著舌頭 究竟誰拿著舌頭 大家在公開的言論看到 是不是 你看到他們的截圖 他們沒有截圖 不好意思 一會再討論 為什麼沒有截圖 他一早就要講這篇道 現在才講這篇道 他們就是指喪馬懷 我想說一樣 港道的目的 如果是指喪馬懷 他不配做牧師 是不是 你教導 你教導 你沒有偏向性 你可以教我 你偏向 每個人都適合 是不是 立著食頭鬼 不知道媽媽是女人嗎 是不是一定要做 每個人都要 那你怎麼跟這些UCC人說 你有沒有跟UCC人說 是不是 他們這樣做 你有沒有教導過他們 你自己 有沒有檢討一下自己 如果自己都做不到 你怎麼做牧師 我覺得 納絕舌頭 陳亂彬這件事 其實我兩個月之前 我自己曾經做過一集節目 已經叫他一定要做這件事 因為當時就剛剛開始 網上有這些 我看到的欺凌的行動 當時我就覺得 你真的要叫人們聽 不要繼續 否則根本是收不到科 這件事 正如你所說 現在是遲了 這件事 你看看他怎麼對師母 你看看他怎麼跟師母對話 這些說話 這些叫拿著舌頭嗎 是不是 我不是說 因為他是師母 就要他講得對 是 但大家有沒有尊重 有沒有異事論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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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就算說了這篇道 好像叫他人們 收手 大家不要爭 其實是沒用的 你這麼遲才說 因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商台 因為他不是對著他的UCC人說的那些說話 正如你所說 他只是自傷麻煞 因為我截了同一件事 他不是說我 其實也是 是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一雙情願想 就算今時今日 我們停口不說他 其實他的名字都照光了 很多人都知道 UCC 或者善樂堂這兩個幾個月做過什麼 那個傷害就彌補不到他了 我覺得他 陳龍斌 或者善樂堂 或者UCC 要做兩件事 第一就是要真誠 公開 向所有被他傷害過的人道歉 包括袁師傅 包括Kerry 也包括我們 第二就是 給這個獨立調查去做 一定要做這個這麼大的動作 因為他把口說道歉 我覺得大家都未必收貨 今時今日都 他真的需要 關一鋪 認一下低威 讓我們進去查一下他的善樂堂 那可能 我不敢代表所有人說話 大家的氣才會比較強 不過我覺得 以他 剛才都想了三個月 才知道 對 不可以繼續搞大件事 以他們的性格 可能要 不知幾時才想得通這件事 那好吧 我們第一節在這裡休息一下 第二節 我們繼續會爆大件事